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还记不记得一周之前呢 我才跟大家分享完中国老粉红大闹日本机场的新闻 这不到一周之后啊 中国又有小粉红大闹韩国机场 并且违反韩国的入境检疫法 那我也带大家来看看通过BBC的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那新闻标题说中国游客入境南韩 检测阳性送往隔离酒店时逃走 跟一些担忧中国疫情蔓延的国家一样 韩国已从1月初开始加强对中国入境旅客的检疫措施 面对中国一夜之间突然放关防疫后出现的爆发式感染潮 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对中国入境游客执行比较严格的筛检 那这位中国公民大闹南韩机场的新闻 也像一周之前日本大妈中国大妈不是 那这位韩国旅客 哦不是这位中国旅客 那这位韩国旅客大闹中国机场 哦不是 那这位中国旅客大闹韩国机场的新闻 也再度地登上了韩国的各大新闻比例 包括国际媒体 政府が中国발 코로나 유입을 최소화하기 위한 非常的雷同 一周前我们知道中国大妈大闹日本的机场 也是登上了日本包括国际的媒体的头版头雕 更为尴尬的是中国大部分的网民 因为都是小粉红 还开始为这个大妈去洗地 那今天也不例外 小粉红在后面也开始继续洗地了 疫情这么多年来 我相信包括陈老师在内有很多 从全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有进入到南韩 那陈老师 我是2020年12月31号入境南韩 那这一次事件比上一次要更为严重一点 因为自疫情这么多年来 韩国还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么多年来都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案件 而且这位小粉红 他还确诊阳性之后逃走 而且他携带的是中国最新 传染力最强的病株 你来说一说 这样违反入境国的 检疫法律的这样的行径 会不会引发热议 当然会引发热议 韩国各界新闻媒体 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非常的丢脸 这位中国籍旅客 他因为携带的是中国最新的毒株 进入南韩之后逃走了 也引发了韩国民众的恐慌 那韩国警察也透过新闻媒体 向民众表示 如果大家发现这位可疑的中国人的话 一定要举报 所以是相当的丢脸 所以有时候 我会将这些中国人称之为小粉 就是因为我目前还是中国人 我希望给中国人留一点面子 我不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像这些中国人 这些小粉红一样 所以希望不是所有的中国都是这样的 好不好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小粉红 因为此事件一爆发 还有很多小粉红在席地 说韩国人针对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网路上的网友留言 那来自小红书的网友留言 可能是韩国刻意搞的 之前刷到去韩国人说 机场一群记者抓着中国人拍 脖子上还要挂个牌子不能拿着 还有警察领着跟压犯人一样 那这里我最有发音权 因为我入境韩国的时候 我身上也挂这个牌子 挂这个牌子不是说I'm Chinese 不是说啊他是中国人 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他全部都是入境检疫的时候 需要去做的一个程序 那上面会有一些QR Code 包括一些入境相关的资讯 我当时入境韩国的时候 我前面排队的一群 全部都是白人 那他们身上也挂着牌子啊 表演痕迹太重 中国人表示不去韩国 你他妈就不要在这边代表中国人了 我相信不管如何 以后还是未来 我相信还是很多中国人 要跑到国外去 不管是旅游还是留学 中国人非常喜欢去国外的 中国那么好留在中国不好吗 就非常打脸了 所以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边代表所有中国人呢 还中国人以后不会去韩国 我相信啊 你啊只会配在荧幕前这边酸啊 你是自己没有钱 我相信很多有钱的 像这些能够去日本留学啊 去韩国旅行的这些中国人呢 我相信家里还是有一定钱的 那你呢为什么去不了 还不是因为没有钱嘛 对不对是不是 下面还有网友表示 我觉得里面肯定有什么文章 有什么文章 我相信有文章呢 就是你们这帮小粉红 你们这帮中国网友 你们这帮小粉红心里充满了大文章 你们就在心里大做文章 我过去我发的那些影片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小粉红的留言啊 真的是在那边异想啊 那种幻想 我时常会说啊 这些小粉红完全可以去当做编导了 完全可以去当导演了 自己在内心的那个小剧场 真的是比导演写的还有精彩 嘴上说着有文章的人 你们心里才充满着文章 我们中国都开放了 韩国还隔离啥 与病毒杠上了 就你小韩国高力棒子 还能打倒病毒 笑死 病毒能被清除 我们全世界还要折腾多少年 麻烦韩国 科学看待吧 你说这些小粉红啊 真的是脱了裤子 忘了拉死的事 唉 让我怎么说你们这帮小粉红呢 大家都好像一夜之间 就全部集体失忆了一般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在一夜之前呢 还在动态清零 还在暖心的封城 那为什么现在你们 无序解封了之后 你要全世界跟你们一样 现在你说 全世界怎么还要折腾多少年 麻烦韩国科学看待吧 当时中国在封城的时候 那么不人道的时候 你怎么不敢说要科学看待 你怎么不敢说 还要折腾多少年 如果从中国飞往韩国的时候 你入境检查的时候 你是阴性 你就自由的可以到处游走 请问这在哪里是折腾你啊 中国当时封城的时候 你屁话都没有 你现在韩国只是个检疫程序 你就说要折腾多少年 还说什么 就你小韩国高力棒子 还能打倒病毒吗 我就不说你这边在歧视韩国人 你说韩国人还能打倒病毒吗 你中国就打倒病毒了吗 虽然官方说 你们战胜了这场疫情 你们赢得了胜利 但是请问 有打败病毒吗 不还是一样 全部都感染了 我全家人都感染了啊 不是战胜了吗 我所有的同学 他的家人 他的所有的家人都感染了 你们不是战胜了吗 怎么战胜了 你在这边还反倒过来质疑 韩国人说 韩国人 你能打倒病毒吗 你现在才来站到一个高处 然后好像站在一个科学的角度 来告诫韩国人说 人类能打倒病毒吗 你之前为什么不跟中国讲 闻到了满满的当年的气息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我觉得你还真的是狗吧 不然你怎么闻到了这种气息 听到有记者用中文问他 为什么要来韩国 听着好难受啊 用中文讽刺我们吗 这分明是妥妥的种族歧视 我们不丢人 请问哪里种族歧视了 大家都是亚洲人 大家都是黄种人 你在这边说种族歧视 假的 不要抹黑了 而且被抓的这个中国人 一句中国话都没说 怎么知道他是中国人的 我觉得你就不要看新闻了 警察还不能知道他是哪里人吗 机场入境的时候 还不需要看你的护照吗 所有入境的环节都要拍下来 都要给你看 还有新闻媒体 还要办一个证明会 要证明他的国籍是来自哪里的 那我相信这位被抓的中国公民 就算他拿出了中国护照 以你们小粉红妄想的能力 自编自导的这种能力 我相信你们到时候会说 这护照是真的吗 这护照肯定是假的吧 那韩国也要为此为你们小粉红 办一场甄别中国护照 增扎的特别节目吗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吧 他这就说什么 怎么确定他是不是韩国人 这种弱智的问题 你就不要问了 听说会罚款一千万 韩国这下又要赚进一大笔了 韩国人正会做生意 我是不会去了 你有能力去了 你再说这种屁话好不好 一千万韩币才多少钱呢 你们小粉红是不是脚不起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抓的是最有应得 他触犯了当地国的法律 他不应该被抓吗 他携带着最新最强的病毒 他确诊阳性之后逃走 你觉得他不应该被抓吗 你觉得他不应该被罚吗 你完全可以不被抓啊 你完全可以不被罚款啊 你只要遵守当地国的法律 谁会去抓你呢 对不对 很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我不去韩国了 笑死啊 你有钱去韩国吗 还有人说 真后悔学了韩语 因为喜欢看韩剧就自学了 还想着以后有钱了去韩国 你这辈子都不会有钱吧 好不好 还有钱了 现在听新闻说 韩国这么针对中国人 还把中国人抓起来 真的不敢去 也不想去了 学了韩语 有点尴尬 也有点后悔 也没事 结以后去朝鲜旅游 笑死 以你们这种目中无人 不遵守法律的人 在北韩早被枪毙了吧 真是笑死 还要去北韩旅游 我可以跟你讲 北韩 他在2019年第一时间 关闭了中国的边境 现在呢 朝鲜呢 也是第一时间 紧急的关闭了中国边境 难不难兴 下面这位好过分的 他说 各位以后在国外被抓到的时候 记得说日语和台语 回国还不丢人 还是个英雄 我就告诉你们到这里了 哇 这种去栽赃的这种做法 真的是超丢人 然后回国还是个英雄 我觉得 以后台湾人 这些台独分子 你们去国外遇到这种状 我相信 应该台湾不会做这些蠢事吧 那你们这些台独分子以后 如果说 做了这些蠢事 你们会说 不好意思 我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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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台湾应该不会这么做 首先这么做 栽赃不道德以外 我觉得 当你说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最丢脸的事了 那根据韩国最新的新闻报道 这位大闹韩国机场 逃离机场隔离的这位小逢呢 已经被抓到了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